作为漫威《十年魔一剑》的巅峰之作 《复仇者联盟3》也让无数漫迷期待着它的到来 在《美队3》中 分裂后的复仇者们再次集合在一起 也让粉丝万分期待 作为漫威电影宇宙中的第十四部电影 《美国队长3》 名副其实地掀起了一场哄哄烈烈的内战狂潮 这部电影不仅重新提到了一直存在的重要观点 超级英雄是不是能凌驾在一切之上 而美国队长与钢铁侠的对立 也抛出了另一个分歧 个人与体制的较量 也正是这个分歧 让站在上帝视角的广大漫威影迷们 分成了美队和托尼两派四的不亦乐乎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比起美队和托尼 其实东斌 黑豹和泽墨 才是《美队3》中最值得深思的三个人 东斌作为漫威电影中最让人心疼的超级英雄之一 被九头蛇虐待折磨得生不如死的天子杀手 在长期处于被洗脑时精神恍惚的状态 在无意识的情况下 做了很多平时都想不到的可怕的事情 他做了那么多肮脏的事 杀了这么多人 甚至杀了托尼的父母 然而他只是九头蛇的一把枪 这些并不是他自己的意志 他可以说是无辜的 但他还是选择了承担自己所犯下的所有罪孽 因为他无数次抗争拼命 就是为了保留对这个世界的一份善意 所以美队会在全世界都以东斌为敌之时 毅然地站在了他的身边 而托尼也是一个可怜人 他从小到大都在追寻这父亲的认同 却又始终得不到认同 直到钢铁侠二中发现 父亲遗留下来的录像 才知道父亲原来一直视他为骄傲 而且将通往回来的钥匙堵在了他的身上 最后与失去的父亲达成了和解 也解开了他的情结 但是父母的逝去小辣椒的离开 多年管家好友贾维斯也成了幻世的一部分 所以对他来说 复仇者联盟就是他仅有的归属 所以作为一个从头到尾都在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托尼 为了保全英雄们的人权和自由 自己出钱出力 最后还一撇当年跟美国国会叫板的屌样 几乎是跪在地上求国务卿放美队的人一马 然而此时队长却提出了疑问 如果政府让你去做本不应该去做的事 或者应该去的行动政府不让你去 怎么办 因为一旦签字 以队长的选择不但要严格按照协议执行 又要按照自己的原则来判断是非对错 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之前他肯定是不会签这个协议的 这是队长的原则 从来没有改变 而托尼作为一个商人 他深知社会运行的规则 他为了保护复仇者们一直在妥协在折中 所以当他知道这个父亲生前最欣赏的男人可能是对的的时候 他是开心的 因为他觉得他们之间并不对立 他们可以重新回到同一阵线 所以他会和美队一起去往西伯利亚 他希望能以朋友的身份去帮助他 然而在此时他却发现 那个让适才傲物不可一失的父亲不吝赞美之词的男人 那个被别人称之为军功之父的父亲 用尽一身时间在追寻的男人 却对自己隐瞒了父母死亡的真相 用着父亲打造的盾牌 保护着杀死父亲与母亲的凶手 背叛了他 此时的托尼一瞬间 所有的理智都被愤怒与悲伤冲垮 他唯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复仇 而黑豹与他不同 一样身负血海深仇 却并没有像钢铁侠和泽沫那样被仇恨吞噬 做了真正该做的事 自己拯救了自己 但是对于托尼来说 他也并没有做错 因为父母的死亡 一直以来都让他有一种没有保护好亲人的罪恶感 就如之前黑豹所说 那不是仇恨 是自责 强烈的自责感需要一个仪式来发泄 那就是复仇 因为无法原谅自己 那么只有复仇之后 才有脸继续活着 或者才有资格到地狱里面去见到自己的亲人 所以托尼只好用正义来应对自己的内疚 之后 自己的正义不再是一种减轻负罪的逃避方式 而是一种对于美好的追求 并不是在古长过去背负着罪恶前进 然而当他知道杀父仇人就在眼前 托尼再也无法坚定对美好正义的追寻了 这个会焦虑 会自傲 会悲伤 会犯错 会泡妹子的钢铁侠 他没有时间缓冲 恢复理智 仇恨 已经攻破了他自己这么多年辛苦建立的心房 所以 美对此时为了让钢铁侠慢慢恢复理智 只有正面刚毁了钢铁侠的行动能力 因为如果让托尼杀了东宾 那么托尼所建设的正义就会有污点 他就再也无法坚定对美好正义的追寻了 更何况 托尼真正的复仇对象应该是九头蛇 而巴基也是九头蛇的受害者 他并不想让托尼成为杀人犯 他在保护托尼 为了让托尼不被罪恶缠身 甘愿承受了他的怒火 所以 片尾看似美对和托尼彻底决裂 但是一旦托尼复仇之心消减 理性重新开机后 应该会理解美对的行为 而一个浴火重生的复仇者联盟 也将用最强的力量来抵挡 从未有过的灾难